歡迎收看新一期的鋼彈解說影片,我是Takashi 今天的影片主題將要帶各位來認識AD世界觀眾的量產機 鐵人蜘蛛 如果想看其他WO劇情與設定解說 可以點擊右上方資訊卡的播放清單觀看 那我們直接開始主題吧 鐵人蜘蛛集體編號MSJ062ED登場於外傳作品鋼彈WOV 在已經完成世界統合的西元2311年 軌道電梯的襲擊依然沒有停止 隨著地球聯邦成立 除了許多舊世界各國老兵因各種原因退役之外 也誕生出許多對地球聯邦不滿的反抗組織 而這也促成地球聯邦必須隨時注意來犯的恐怖分子 其中位於舊人格連領土的天柱軌道電梯 便配置了由鐵人地上行與小手勢改裝而來的鐵人蜘蛛 鐵人蜘蛛作為軌道電梯防衛型機體 行動自然必須和軌道電梯緊密配合 因此鐵人蜘蛛的移動方式便是以下肢的滑輪在外面的探險軌道上移動 同時軌道上也會提供電力解機體 並且為了避免在交戰中影響或破壞軌道電梯 鐵人蜘蛛的主武器使用了電磁步槍 而非傳統鐵人的滑糖炮 雖然軌道限制了鐵人蜘蛛的移動方式 但也給予機體在開火時的穩定性與減緩後座力 加上軌道上提供的電力幾乎無限制 因此實戰紀錄比許多飛行類MS來得優秀 也因此在大量使用擬似GN爐的西元2311年 鐵人蜘蛛在軌道電梯防衛上仍佔有一席之地 鐵人蜘蛛的背後選配裝備取消傳統鐵人的設計 這想改變也直接影響到鐵人蜘蛛上半身的近戰性能 由於機身都是接觸在軌道電梯上 無法將機體原有的靈活性發揮出來 也因此本機體並未裝備鐵人標配的碳鋼刀 鐵人蜘蛛雖然長期投入軌道電梯防衛作戰上 但非交戰時期 鐵人蜘蛛也可作為機動工兵來為軌道電梯進行保養與維修作業 在進行維修作業時 鐵人蜘蛛的機身會朝下 並於軌道電梯地面沉垂直90度 鐵人蜘蛛除了可在軌道電梯上運作 在陸地上景區將滑輪更換成輪胎 即可在地面執行建設作業 但在地面運作必須配合外接電纜才可長時間使用 雖然影響到機體的移動範圍 但依然可以正常使用電磁步槍